我是赵绍康为你来到赵绍康视频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26点台北昨天大涨169点了 股市那么现在涨17点 昨天大涨1.15个百分点美股道琼昨天下跌382点奇怪开盘的时候只 小跌个80点90点早上下跌了382点大跌1.25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斯大跌1.47个百分点S&P500大跌1.48个百分点小跌0.44个百分点 欧股英国大涨1.72个百分点法国中涨0.68个百分点德国小涨0.06个百分点英国大概因为他脱欧啊等等 签了约了等等所以股市是涨的那今天1月5号明天1月6号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沿海地区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小心温度 北北极陶竹苗今天都是16到19度降影距离 北北极60到100陶竹苗20到60北北极降影距离比陶竹苗高很多 中张头14到25度云嘉乃15到25度高平16到28度降影距离都是0 宜蘭17到20度降影距离80%花莲19到23度台东18到24度降影距离20% 外岛11到19度降影距离0 南部温度还蛮高的28度北部只有19度你看北部跟南部差的那么远 台股现在上涨31点 变种病毒疫情严峻 英国首相江省宣布英格兰封城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封城 英国新冠病种变毒疫情延烧 首相江省宣布英格兰地区从5月起再度封城要求民众 非必要不得外出2月中旬以前 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将采取远距教学 江省今天发表电视演说表示 新变种病毒疫情发展的状况令人 沮丧而且震惊 科学家认为变种病毒的传染率比原本病毒高出50到70% 医院面临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压力 原来是60% 现在是50到70是差不多意思了 江省 说呢根据疫情的状况我们显然必须做的更多 来遏制变种病毒的传播 并协助民众接受接种疫苗 因此他宣布英格兰地区进入 封城 民众必须要待在家里面 除非必要的购物运动就医等原因 否则不可外出 无法在家工作人可以外出工作 苏格兰跟威尔斯 今天同样宣布了封城令 邀请民众待在家里 江省表示 政府医疗专家 建议英格兰地区进入第五级警戒 代表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医疗体系 将在21天内达到饱和 他认为未来几周 最会会最辛苦 但他也认为这将是疫情好转前 最后一个阶段 不过江省指出这次封城跟之前两次不同 因为英国同时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 就是一方面封城一方面接种疫苗 英国广播公司 报导指出 英格兰地区目前 疫情显然比去年11月实施第2度封城时更加严峻 根据统计 今天新确诊人数 58,784人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71万人 因为染疫 病故人数攀升到75,431人 这数字都很可怕 台湾比起来台湾算是很幸运 真的是 真的是不错 台股现在上涨33点 为了12个香港人辩护的两个律师 被大陆当局威胁 吊销他们执照 不给你们当律师 这没有什么道理 代理12港人偷渡案的中国律师 卢思卫 任全牛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任全牛 牛啊 牛马那个牛 全牛 全阳大才那个全阳 他就全牛 任全牛 今天呢 先后收到地方司法庭通知 打算吊销他们律师职 职业执照 12港人关注组今天发表 声明 谴责中国大陆当局 想要斩断两个律师的生计 借以阻止其他律师继续为被告辩护 香港电台报导 12个港人案中有两个 家属委托律师 卢思卫 任全牛辩护 他们今天分别收到 由四川省和河南省 司法厅发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的内容 卢思卫被指多次在网络发表 小不当言论 时间跨度长发言数量多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任全牛呢是2018年代理的一桩旧案 被指庭审期间违反 律师职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违法性行为 性质情节恶劣 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 任全牛曾经辩护过多件中国大陆的维权案件 去年12月28号 才为发展报道武汉肺炎 肺炎案 在就新冠疫情案了 在上海浦东 新区法院出庭 卢思卫任全牛目前已申请举行听证 去年8月 12个参与反送中抗疫的 香港人搭船打算偷渡到台湾 途中被深圳海警局截获 此案在去年12月28号宣判 10名以成年的当事人分别判处 入狱7个月到3年不等两名未成年者不起诉 卢思卫去年11月就被道路当局调查 在他之前已经有6名律师被迫退出 12港人代理案 12港人关注组透过脸书发表声明指出 两名律师被处罚吊销 执照的证书 明显因为他们敢冒当局不委 坚持捍卫12港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向卢任两人施宜惩罚 断其生计 借此恐吓其他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 不要再参与政治敏感案件 这个很怪 他是中国律师 因为这个案在中国 宣判不在香港 就是 这12个香港人要偷渡到台湾 这个看起来这个偷渡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你怎么搞了个半天在大陆被抓的 你要偷渡台湾怎么大陆被抓 经过大陆海域被抓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有人讲笑话 你比如说林正义 林正义是游泳到大陆去的 但是也有些人据说 有报了上了案说我要起意 就一发觉在金门 他们游了个半天游到金门 他以为他游到大陆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海巷搞不清楚 半夜黑七八糊等等 所以这种 你要逃 要偷渡要逃 要搞清楚那个方位了 结果是大陆被抓了 然后被抓了就在大陆审判 所以这为什么大陆的律师 就这个道理 否则你应该是香港律师 现在大陆律师 那就 你帮他们辩护就要 威胁取消你就知道 这没有道理了 真是没有道理 律师嘛 律师你坏人要律师辩护 很多人说他怎么为一个坏人辩护 那他这个 律师他 他他就是 这是他的工作你知道 就像医生 医生 不能说这是坏人 我就不给你 不给你看病啊 不给你手术啊 你管他好人坏人 你医生的职责就是看病 你律师职责就是辩护 当当事人找到你 甚至如果当事人没有钱的话 法院还派个律师给他的 这个没办法 不是说你 喜不喜欢他 就是 这是你的工作 那在大陆不行 你不能帮这些坏 坏蛋辩护 等等 伊朗提高浓缩油的纯度 波斯湾局势在线紧张 为了对抗美国的制裁 伊朗宣布提高浓缩油的纯度 到20% 严重违反 2015年的核子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 航空母舰战斗群 暂时留在波斯湾 当地局势 再次紧张 因为大家都在看 1月20号 美国从新总统就职 今天1月 5号还有15天 15天川普还能搞什么 我当时担心他两个件事了 一个在南海 在台海 引起战争 一个在波斯湾 那看起来在台海比较困难 我想北京也是有警觉 所以什么 飞机每天过来绕过来绕过去 那个战舰绕过来绕过去 之后我有警觉 你来啊 我有准备 伊朗 那个地方 也是川普有可能动手的 因为川普很讨厌伊朗 主要原因还是以色列 川普非常支持以色列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耶路撒冷啊什么都被 川普就承认嘛 其他美国 例论中的不承认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70点 昨天涨很多今天涨很多 那 刚讲 大家在看川普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那现在波斯湾 情势紧张 因为伊朗 把农所有的纯度提高 因为美国当时 就是 安全理事会的那个 中美英发书了 然后呢 加上德国吧 跟这个伊朗当时有签约了 签个协定就是要控制他的这个 浓缩油的 纯度 因为浓缩油纯度 高就会做核子弹 那川普就不承认 所以伊朗就说好吧你这不承认 那你还制裁我 所以呢 我 就 要违反当时的协议了 2015年协议了 反正 协议已经无效了 为什么遵守协议呢 协议是多少呢 协议是 浓缩油你去提炼不能超过3.67% 他现在呢 提炼到20% 伊朗官方通讯社 报道了政府发言人证实 伊朗总统 鲁哈尼下令执行国会通过的实施战略措施法案 在首都德海南南方的福尔多 地下核子设施提炼浓缩油 数小时后就可以提炼出首批纯度 20%的浓缩油远远超过核子协议的 3.67% 伊朗国会上个月通过法案决定采取多项行动 其中包括提高浓缩油纯度到20% 这样法案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 每年生产存多28%浓缩油至少120公斤 并且组存在国内 相关作业序域法案通过两个月内完成 因伊朗大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撤销上周让航空 母舰尼米兹号 战斗群返回母港的命令 五角大家指出 鉴于伊朗最近的威胁 决定让尼米兹号继续留在波斯湾地区 伊朗在2015年跟欧美各国签署 通称为伊朗核子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 就我刚讲的 以伊朗限制核子计划换取解除大部分经济制裁 美国总统川普在2018年5月8号宣布退出这项协议 并对德黑兰实施一系列制裁 使得伊朗无法获得这项协议承诺的经济效益 伊朗则以缩减旅行对核子协议所做的承诺交易反对 就是说交易反制了 就是说 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都认为说这个协议应该继续 而且 他们也派了原子能总组派人去检查 所以伊朗都没有违反决议 但川普就不听 反正非干掉你不可 所以呢 伊朗就说好吧 既然你还是经济制裁我 我就 违反协议了 而且还大动作的宣布 他不是偷偷摸摸做 很多国家是偷偷摸摸做 像以前我们在中山科学院想要搞这东西偷偷摸摸搞 但还是给张仙怡出卖了 伊朗就是公开跟你讲 我国会就公开通过决议 而且总统就公开宣布 两个月要完成 因为国会要求的 然后呢 我现在开始提炼了 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提炼出 第一批 纯度20%的浓税油 我先告诉你 几个小时会出来了 就这样 这也有点好像故意在挑衅 意思是说好 你现在制裁我 我就给你这样对着干 看你们啪啪啪 有这样的味道了 好 那么这是波斯湾的情势 到底会怎样 大家也在看 沙烛地阿拉伯解除对卡达的封锁 中东 国家可望结束分裂 科威特的外长宣布 沙烛地阿拉伯昨天晚上解除对卡达的 陆海空封锁 这是结束波斯湾国家分裂超过三年很重要的一步 波斯湾国家跟埃及今天将签署协议正式结束对卡达的制裁 这不是只有 一个国家 很多国家对 对卡达 制裁 国营科威特新闻社今天报道 阿马德纳社 宣布 沙烛地阿拉伯自1月4号晚间开始 开放对卡达的陆上海上跟空中边界 阿马德纳社在波斯湾合作理事会 GCC召开高峰会前一天宣布上述突破 预料峰会将对这场 长达三年多的危机达成 更广泛的解决之道 哪些国家好 沙烏地阿拉伯 巴林 埃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于2017年6月以卡达制式恐怖主义 并与伊朗关系过度密切为由 决定断绝与卡达的政治外交跟经济关系 并对卡达实施 陆海空封锁 杜哈当局一再否认指控 强调断交之举 毫无正当理由 杜哈是说我们没有 我们跟没有 没有这个制式恐怖主义 我们也没有跟伊朗特别好 科威特一直在卡达跟四个阿拉伯 阿拉伯国家之间斡旋 阿玛德纳瑟4号晚上 没有详述卡达跟沙烏地的初步协议 是否对阿联巴林埃及适用 不过呢 他说了 这个他们要确保合作与团结了 那卡达的国王已经收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发函 邀请他参加今天在沙烏地阿 欧拉举行的六国高峰会 所以换句话说 卡达原来被封锁的 那科威特为什么有科威特来宣布 因为科威特一直在中间斡旋 一直在中间斡旋 就看到中东形势很复杂了 你以为他应该是团结一致 其实也不见得 其实也是 各有各的利益 甚至能各怀鬼胎了 台股现在上涨46点刚涨70点现在没涨那么多了 现在涨46点 苹果日报的这个头版头的是昨天我们讲过的新闻 录音党遭曝光川普施压 州务卿就是乔治亚州 逼他找出11780票 就可以赢拜登了 其实光是乔治亚也不够 光乔治亚也不够 但是呢 因为乔治亚还要选参议员 所以乔治亚的动作呢 引起他的注目 那这个州务卿也把它录音录下来 所以他们现在 就是 都是共和党的 都是同党的 那川普就 就施压给他 说你要 你要给我找出 11780票 因为他输了好像11778票 所以你找出80票 我就可以赢他了 赢一票也是赢 那问题是 去哪里找 州长州务卿说 我们找不出来 他们都是共和党的 而且已经验票验了三次了 那川普就认为你没有弊端 我想川普也不是 他到底为什么是这样觉得 所以 有问题 然后 每天就叫他们 说他们 把偷了票 偷了票 偷了票 我们继续要再回来 我是赵烧康 回你回到赵烧康 现场台北股市 涨11点 看下跌了 就只要涨11点 那么 所以呢 这个川普 去施压 就叫周务卿 就被人家录音录下来一个钟头了 一直跟他讲 一直跟他讲 录音录下来 那当 这点 双 双面刃子 周务卿当然就是很忌川普嘛 因为川普也在推特骂他 川普现在也骂国会 说骂党团 其实都是 没用的家伙 不支持他 有点疯狂 我觉得政治 权力使人疯狂 权力真的使人疯狂 权力不止使人腐化 权力使人疯狂 以前我们常听到权力使人 绝对的权力使人 绝对的腐化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这是我们听到的名言 那我现在觉得不止使人腐化 只使人疯狂 Power tends to crazy 真的是 让人家真的变成 疯了 真的是 川普就看得出来就是这样 怎么一个人会变成这样 这是很非常非常疯狂 迷恋这个权力 迷恋到这个地步 就是 紧抓不放 周务卿 这个录音带被谁录 一定是周务卿录 川普自己不可能把它公布 那因为 1月6号叫选参议员了 6号是哪一天 后 我们的后天了 他的明天 他那边跟我们有时差吗 所以我们的后天上午 大概就知道了 他的明天晚上 因为他在东岸 乔治亚在东岸 所以过我们时差 应该12或13个小时 看夏令东宁时间 如果 两个 两个习参议员 都是 民主党赢了 那这个民主党会掌控参议员 如果有一席是共和党赢的 就掌握不了参议员 所以这两席参议员 其实对共和党很重要 但周务卿在这个时候呢 就把川普的丑事抖出来 所以他打电话来威胁我 等等 对他的参议员选举有利有弊 我真的很难分析 老美知道怎么想 这是总统怎么这样 对不对 不过参议员到底是地方的事情 会不会因此呢 这个 因为他本来就是共和党的州 让大家共结的时候呢没关系 我们州务卿已经 跟总统的划清界限了 所以我们选我们的跟他无关 所以到底会怎样 对这个选举好不好 我想那个州务卿有经过要考虑了 这种东西当时大局为重了 绝不是因为个人我被你骂一骂 我就要抖这个抖那个 不可能的 一定是大局 台股现在跌7点以后 我刚看没错 我觉得刚看的情况要跌 那 中国时报头版头是讲说 拍卖价格涨了一成 还怕买到莱猪 买猪肉难下手 祖父哀嚎 就是 祖父到底怎么办 这些祖父 因为 租价还涨 奇怪了 前一阵不说租价跌吗 最近为什么又涨了 为什么有涨好几个原因 一方面是过年要到了 很多人这时候去买很多做什么 做香肠 做什么 反正就是 硬 硬结的这些东西 甚至腊肉啊什么之类的 这时候量比较大 另外呢 是不是 大家不买进口猪肉 所以让国产猪肉也涨价了 这也有可能 因为原来大概台湾有一成的进口猪肉 你不要看这一成 也可以平衡 价钱 你这下突然大家不买了 要进口就非要买本台湾猪了 那没那么多台湾猪啊 价格就会上涨 这个可能是另外的理由 而且预估 说那毛猪价格还会上涨 还会上涨 便当会不会涨 大家就关心的 排骨便当会不会涨 这个这是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今天中午 因为我在 在那个雅虎路 下面来冲康嘛 那雅虎福利不错了 他们这外国 外国公司 他真的福利很好 那我看不少人那个 到雅虎公司吃胖了 那个早上还有早餐免费的 中午有午餐 中间还有点心 还有咖啡机给你泡打退 反正很好 那因为我们 我在雅虎的节目是中午 12点到1点 完了以后他们就都有便当了 我昨天吃的是金鲜的 控肉饭 有的时候是 他有时候也会有 有不同的都还不不错的店 赶快趁机多吃点猪肉吧 联合报 头版头这样的台积电 要赴日本社封测厂 他这个 这种电子业半导底业 他们 台积电当然大家知道 最厉害的是 就是说他现在到日本设的 不是金元厂 日本曾经邀请他 到日本设这个 金元厂 但他到了美国 他认为日本的金元 制造缺乏完整供应 什么叫金元厂 其实有时电视上我看到 一片一片的东西 一片一片 就像waffle 就像我们 美国人吃那个饼 那个什么饼 早餐的时候 圆圆那个饼 上面加蜜糖 糖浆 风糖很好吃的 其实蛮好吃的 会吃多会胖就是 你就加很多糖 那个 他那个饼有一个一个的 有没有 烤的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 所以呢 金元就有点像那个东西 这是不是用面粉做的就是 那中间再切 再切 那 台积人这点很厉害 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去研发 你 你一定要花很多钱研发 如果不研发就不会有技术的突破 研发可能要花很多钱 然后 可能甚至还做很多白工 才有可能 有可能技术上的突破 那你不做 你说我怕了为了怕白工我要省钱 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联电后来就竞争不过台积人的原因 可能也是联电他有其他的发展了 你不能说他 反正他有他的 策略 而且他最近股价涨不少了 好像涨三倍 那台积人就一直投 一直投 一直投 去发展 但你做完以后后段还是要封策 你就还是要封策 所以 日本就争取他 好吧 在射金元场 你现在不来就在射封策场 那他的金元 晶片放到美国 也不是光台湾也有了 大陆也有了 但是美国他就分散风险吧 那他们是说 地缘政治要增台积电 大家因为 说因为怕 这点我不是那么懂 我是赵烧康 欢迎回到赵烧康 今天的现场 刚讲了说台积电 分散风险我懂 任何事情都要分散 集中在一个地方 他也比较 比较危险 不过就说是因为台积电考虑了 说是因为这个 九段线呢 把 大陆了 他有九段线 说 其实九段线最早是国民党搞的 最早是国民党当时在这个 沿岸画的九段线 所以我们被画的九段线里面 所以很紧张 所以就怕 到时候 劳工把台积电拿去了怎么办 所以美国就要求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日本要去到日本设厂 这样的话 如果台湾被大陆拿去的 至少厂还在北里面 我觉得是不太通的 台积电如果这边都没有人扯什么 他大陆还有厂 反正基本上就是 就是分散 然后 基本上可能也跟市场有关了 跟生产成本什么 大概都有关系 好 那么 不台积电当然是所谓护国神山 昨天郭泰铭讲说不应该台湾不应该只有一个护国神山 我看林百里有说台达电是护国神山 台湾有多少护国神山 我们希望越多也好吗 那不过光靠一个靠两个靠五个也护不了国了 就说 只是说他是重要的 但是太集中也不见得 对台湾是好事了 再集中也不见得好 就像说台湾很多都要靠苹果 那这些都靠苹果 苹果好他就跟着好 一荣俱荣一孤俱孤 一个不好就全部都不好 这其实都不见得是好事 但是也没办法 有种比没有好门 至少还有 至少还有一个护国神山 刚讲这个中国时报讲这个猪肉 那苏贞商昨天去 去台北港 去看 我不知道他看什么了 那他就说 有人说我今天是来看莱猪 不是我今天看整个检验准备程序 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莱猪 本来就是这样 你今天拿莱猪给你看 今天看到才怪了 昨天了 因为以前不能开放 他那个 船在海上走好几个月 换句话如果好几个月以前就把莱猪运上船 这也很怪 那之前有没有莱猪呢 你检查检查到都没有 所以 理论上现在是不可能靠莱猪 那你去干嘛 就做秀了 就做个秀了 然后弄个表 这个表 说实话我也 很好奇看不太懂 那从1月1号到3号 就这三天 1月123 他昨天4号看到是前 前三天的表 台湾猪肉有没有进口 一块都没有 一个进口肉都没有 然后台湾猪肉有3048吨 那是肉 猪肝猪肾及其他可食部位 2811吨 这个比例就很怪了 你肝 猪肝猪肾能够有多大的 重量 跟一头猪比起来 你肝还是一小部分 那我就不懂他这个 其他可食部位是什么什么叫只有猪肉3000公顿这样好了 其他就2800公顿 一个肉是3000 然后肝肾跟其他就是2800 就怎么会那么多 照理讲肉 肉是为主才对嘛 其他应该是 辅才对嘛 那怎么会差这么多 到底他他到底那个表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看不懂了 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肉3000公顿 这三天了 猪肝猪肾 其他部份是2800公顿 几乎一样 那其他哪有那么多 那其他是什么 除非你说我肉只有肉 其他像骨头啦 甚至猪头啦 猪脚啦 都算成其他 那这样也许 也许还可以讲得通 否则很怪 真的很怪啊 真的很怪 那 联合报今天的社论跟黑白集都在骂那个 保费突袭啦 这真的蛮可恶的 健保费涨 而且是在 年假开始前几个小时 卫福部长突然宣布 乘着放假 乘着他炒莱猪 去宣布 健保费从4.69%调高到5.17% 补充保费也调 2.11%调涨 之前没有讨论到补充保费 他突然就给他涨 什么叫补充保费 比如我们去主持节目 我们一直拿的钱 递客就扣 2%做补充保费 2%不少 累积起来蛮多的 那现在突然又从2% 原来是2%我记得现在变成2.11% 又增加0.11% 他事先也没讨论也没讲啊 好 那所以李恒报的设论就讲说你是很阴险的保费突袭 你讲保费那有很多有问题 原来是1.91%现在变2.1%补充保费 所以一下增加0.2% 增加 0.2 等于是超过10% 不那么一下超过10% 0.2除1.91是超过10% 你超过10%是很多的 然后也不讲 那 眷保很多问题啦 比如大家在讲说是不是要提高 这个部分负担 我是主张提高部分负担的啦 那负担不了的 低收入的 政府来补助嘛 这可以嘛 但是如果 他负担得了的 那他 负担一份 不 这个部分负担有什么关系呢 通通不改 什么都没有改 这次只有调保费 什么 大家 谈的健保的 各种成呃啦 这个问题 通通不改 真的很可恶 那么 而且很奇怪 说今年 因为疫情 很多人就不去医院看病 少了2000万人去看病 好像 死亡率也没增加 所以就换句话说就是 很多病其实可以不看 或是可以不看那么平凡 那照理讲你少了2000万人去 那你应该也减少 健保的花费啦 而且没看到什么 减少多少健保的花费 他这个提出另外一个数字了 从2000年到2000 17年了 整体就医人数 其实减少0.3% 但医疗费用却从平均 每个人8422块 暴升到16400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现在台北股市现在上涨4点 刚 由红翻黑 由黑现在又翻红 那刚要讲的 就是说 联合报纸社会论讲的 就说我们整体就业人数 是减少0.3% 但是呢 医疗费用每个人 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那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全民健保的资源越来越 集中化的趋势 少数人花掉了 全民健保的经费 少数人集中花掉全民健保经费 换句话说 就是为了少数人把全民健保经费都花光光了啦 而且还不够啦 好 那 所以他有些改革的确要做的 否则这样是不得了的 那陈子忠说 保费调涨以后呢 受雇者平均每月保费只多缴63元 他说你不能只看那个受雇者 今天目前保费负担是7 要负担7成啊 政府两成劳工一成啊 劳工一成是 是每个月多63 你每个多63你的雇主就要多 764多400多块 一个人雇主一个月多400多块 如果一个月多400多 那一年不就是 差不多好几千块了吗 5000块啊 所以呢 你讲得很轻松啊 那雇主怎么办 企业的支出多沉重 联系报说你讲这个 你不能只扯这东西 只是劳工没关系 劳工一个月只多付 63块 劳工付63块平均 那雇主呢 那雇主那个钱不是钱啊 当雇主钱都花了 劳工就不会给他涨薪水了嘛 羊毛出羊身上嘛 你想这道理嘛 今天如果一个公司 这个要付 国民年金 那个要付 健保费 那个要付劳保费 付一大堆钱都付掉了以后 我怎么给你涨薪水呢 哪有钱给你涨薪水呢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能说 只有 只算劳工钱 不算雇主的钱 李后报说的这个意思啦 那黑白集也是在讲这个啦 说呢 蔡英文送给全民的新年礼物 就是健保劳保跟国保 三保齐涨 通通涨了 所以呢 一个家庭一年支出 多出 好几千到上万 那个雇主就更多了 你自己想嘛 刚刚讲过了 那 但是呢 他就讲说农保 就不涨 通通政府买单 每年花掉500亿以上 为什么 因为农民是选票 蔡英文从来不说入不敷出 健保你说入不敷出 我们要涨 然后呢 军公教的保险 年金 我们入不敷出 我们要涨 当然农保就不涨 而且加码办农退 所以呢 一到跟选配有关 无所谓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 真的这是三保一起涨 三保一起涨 健保老保 国保 三保齐涨 其实是很凶的 其实很凶的 台湾老百姓也蛮惨 都无所谓 是无所谓还是没有感觉 还是 也不知道去怎么讲 有所谓又怎样呢 又能怎样呢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保费的问题 另外就是法官的分案问题 所以因为最高法院呢 原来是有限量 所以 我们对法官有些 保障 比如说终身子 他可以装 为什么这时候不受政党轮体的影响 所以你不用怕 但是 这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了 就对那个不想升官是有效 对那个想升官的 他还是想升官 还想讨好当权责 所谓不想升官 比如说我当个教授 我不想当系主任 我也不想当校长 我不想当什么山长 所以呢我就是个教授 我就是一个教授 我觉得很好 我就当个教授 另外一种呢 是我想升官 我想当系主任 我想当所长 我想当院长 我想当教务长 我甚至还想当校长 那你就要有一些政治的手腕 跟大家要 要怎么相处 很在乎学生给你打分数等等 就不一样 法官也是这样 我法官是终身子没错 我如果只要做一个法官 你可以不受其他压力 我除了这个 我心有 心有 旁骛 我想干别的 那这时候又不同 好吧 那 所谓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其实是法律审啦 没有把当事人找去吵来吵去辩论啦什么 不是事实审 他只是看你 这个 二审的 引用的法条啦 你的观点啦 有没有问题呀等等 另外他要看以前的判例呀等等等等 所以 因为以前有 有限 限额嘛 一个法官只能省到 所以 现在案子月略多 有四千多件 你看 就摆那个地方 昨天 清除了 四千四百三十二件库存案 最久是 去年三月收案 去年其实 这已经算是还好的 以前更糟 去年三月收 现在才分 换句话已经躺在那边 十个月了 或是九个月了 躺在那边九个月呢 根本分都没分 就摆那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一个最高反应这个官司打下来以前才两三年是很普通的事情 整个案子打下来五六年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就是因为 慢慢来 那现在就 刚好过结案 好了 这一弄呢 大家就担心了 品质会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品质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你到了最高 对不对 最高他也可以给你乱判一通 他也可以 可以这个 就用上述驳回最简单 因为你上述 我驳回了 就定验了 就是二省就定验了 三省就驳回二省的上述 他也可以撤销发回 就是二省的判决撤销 重审 这差很远了 当撤销发回的时候他要讲理由了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什么 那写起来很麻烦的 你要去 等于是你必须要对二省的法律见解你有不同的意见了 二省的法官也不是省为的灯 人家一直到了二省了 对不对 人家写出来的理由你说不对 你讲了 为什么不对 这就很麻烦了 那个判决书写起来就比较 比较麻烦 那上述驳回最简单 驳回了 定验了 我就照了二省理由写几个就好了 照抄就好了 就像那个高等行政法院 经常就完全用NCC的那个 理由就完全照抄就好 就照抄 理由就是这样子 你就打败了 他就赢了 所以 上述驳回很容易 要 这个撤销发回 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就担心说 这些四千多件案子 分给七十二个法官 会不会干脆都给你 拨回 拨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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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性其实蛮大的 你自己想你若是那个法官 一下突然手上多好多案 时间又有压力 你又不能在手上摆太久 你会怎样 你告诉你会怎样 你当然希望 我不敢是不是当希望 我想我假定 希望好好判 好好思考 好好想 但那个压力太大 那时候怎么办 你这个不审判的品质 可能就会有问题吗 可能就 就干脆上述博会算了 这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 这点我最不懂 那个晴天刚那个水牛 怎么就死那么多 游习坤上去看了 为什么游习坤上去看 因为游习坤错了叫水牛博了 水牛博去看水牛吗 这合理 其实不是游习坤 就我也很关心 很多人我想都很关心 牛 那这就是一个 生物吗 一个生命 好好的怎么就饿死了 什么营养不良弄死 什么发生在台湾 你很难想象 是搞什么鬼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你不要说我们担心 你看那时候孟子 讲梁慧王 都讲了 梁慧王你看看 梁慧王看到那个牛 这个要送死说牛都发抖 这个 你都 吾不忍其胡数 若无罪而救死地 我不忍心看到牛要去 被杀的时候那个发抖啊 这侧影之行人都有嘛 怎么把那个牛都搞死了 一死几十头 好吧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吼 你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